性功能 我們先破題一下 其實這種手術 都不會影響你的性功能 會影響你的性功能是什麼 就是傳統電刀手術 傳統電刀呢 因為會用電去刮你的攝護線 那這樣電流的傳導 其實在我們的論文上面呢 有顯現出 病人比較容易受到 性功能的障礙 你看 吃播 好像是改吃播節目是不是 不是啊 欸我很擔心耶 你知道上一集講完攝護線肥大之後 我查了很多 都說要吃這些東西 才可以讓我攝護線不要肥大 拜託也是泌尿科醫師 秘密會客室告訴你 攝護線肥大的病症出現的時候 吃這些是沒有用的 放下來放下來 好啦 人生贏大事 秘密會客室 大家好我們是秘密會客室 我是鄭偉杰 我是羅斯秋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那繼續上一集講到攝護線肥大 那我們這集要繼續講 攝護線肥大的 診察跟治療 那對於攝護線肥大呢 其實最主要分成藥物 跟手術的治療 那藥物的話 對於初期輕微的病人 可以改善你膀胱頸的放鬆 讓他排尿更順利 也可以讓你的膀胱放鬆 讓你排尿更順 那如果你的症狀變得比較嚴重 或者是你根本沒有藥物治療過 到很嚴重才來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考慮做手術治療了 那手術治療有很多種啦 那我們這邊會介紹一些 比較新 比較好的手術跟你講 不是我們兩個做就是比較新比較好嗎 這是選擇醫生的問題 但是醫生也是要靠這些武器嘛 武器要好 醫生也要好啊 有哪些武器選項 我們接下來一一跟大家介紹吧 那有什麼症狀就可以代表你有 受限肥大呢 這邊提供一些自我檢查的 基本的方法 那我們會有一個情境題來代入 讓你更好有感覺 那我們進入情境題吧 45歲的羅先生 這已經是我跟他喝咖啡 30分鐘以來 第三次跑廁所了 這個東西就叫做 平尿 10分鐘跑一次 那他現在到廁所門口發現 門竟然打不開 你看他表情非常的猙獰 再不進去就忍不住了 所以他大喊那一聲 你再不出來我就殺了你 這就是急尿 又是45歲的羅先生 我跟他去宜蘭玩 睡同一間 這已經是他半夜起來第五次了 這就是夜尿 晚上爬起來太多次 53歲陳先生 每次尿尿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一次尿乾淨 都斷斷續續 一陣一陣的斷斷續續 53歲陳先生 因為攝護腺肥大 每次尿尿都要非常的用力 面部猙獰 好像什麼東西卡住一樣 很用力的尿尿 53歲陳先生 每次尿尿都尿不乾淨 當他尿完 過一陣子 好像尿不乾淨 又想擠一點 尿 尿完 要走的時候 又好像尿不乾淨 又要擠一點 尿 這就是他尿不乾淨的感覺 53歲陳先生 因為尿尿很弱 所以每次尿的時候 就要越站越近 越站越近 以前站的遠遠的尿道 現在要離馬頭 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好 大家剛才看完 我們的情境題之後呢 是不是有想起我們講的 那七項症狀的呢 我也擔心 沒有 可能是我們演得太爛了 不過除了這些症狀之外 他們來門診 我們是還會再做其他檢查 當然會啊 你只要趕進來 第一個就鋼你 對 沒有啦 因為剛好就是 密耀科醫生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 因為要先伸進去摸摸看 是不是要叫他們做什麼姿勢 是不是要這樣子 對對對 就像這樣子 來要進去囉 好弄進去摸一下 鋼扁這個是 密耀科醫生最會做的事情之一 對就是去摸他的攝護線 那除了這個動作之外呢 我們其實也會用超音波 去檢測你的攝護線大小 看他是不是比平常的人大很多 看他是不是有往膀胱裡面長 是不是有去壓迫到我們的尿道 正常大小我們一般抓20cc 有些人說20公克 差不多意思 那有些人很大 可能30,40,40,50以上 那又有症狀的話 我們就會做進一步的資料 除了超音波之外 我們還會抽血 抽一個PSA PSA 據那個Google 看到是說 他好像是華人發明的 華人找到的 自從找到這個指數之後 發現了非常多 攝護線癌症的病人 那攝護線肥大本身PSA也會升高 所以到底是肥大還是癌症 那就是要靠你的醫生來做專業的評估了 那除了超音波 直診 PSA的檢測之外 其實我們在門診也比較常出的是 尿路動力學 去測量你的尿路速度 尿的快不快 然後尿了多少的量 膀胱有沒有特別的用力 去檢測你是不是有阻塞的狀況 因為尿的好不好 不是你說了算 也不是我說了算 很多老人家都說我尿的很好 這種就是自我感覺 因為這個東西叫做主觀 我自己主觀上面覺得尿的好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尿路動力學 它是很簡單的一個檢查方法 對著一個肉頭尿尿 誒 一翻兩瞪眼 到底好不好 你自己看了就知道 經過這些檢查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確認你的攝護線肥大 有沒有造成你的問題 那如果有問題 用藥物又沒有辦法治療方 對你用的效果的話 對 那我們就還是會進到手術的環節啦 好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講到攝護線的治療 我們就要先把我們的橘子老師給請回來了 來看一下我們的橘子 那中間的這個洞呢 就是我們的尿道 肥厚的橘子組織呢 就是肥厚的攝護線組織 就把尿道塞住 那我們的手術治療呢 就是將中間的這個果肉 給刨開給拓寬 尿道恢復寬敞 排尿變得非常的順利喔 以我們比較常做的標準的雷射彎除手術來講 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可以看到這個圖片 攝護線有點像一顆橘子 果肉就是塞住的地方 所以你攝護線越大 你的果肉越多 雷射彎除手術就是用雷射光 從果肉跟果皮之間進去 把它這樣完整的這樣給它跑下來 在不傷害到這個攝護線包膜的情況之下 這樣子瞬間我們的路就變寬敞了 攝護線組織完全清除掉 所以 雷射彎除手術可以在 比較不會讓橘子肉流血的情況下 完成這件事情 那如果是健保幾副的電刀呢 就是用湯匙一瓢一瓢挖 狂烤它 狂烤它 你就會知道說 那流血的幅度差的有多少 那就像這顆橘子一樣 噴了很多的汁 流了非常多血 非常的危險可怕喔 那剛剛講的是雷射彎除 彎除就是整個剝掉 那其實應該很多人有聽過一個叫做 綠光雷射 就是用高能雷射光去燒它 直接看到它的地方就把它震掉 震掉 但是其實它沒有那麼的強啦 為什麼? 因為這雷射光有時候它燒的深度比較難控制 所以我們會在保留薄薄一層 果肉的情況之下完成這些手術 因為一不小心把它打破 你的果皮 破掉就會大出現 跟彎除比較不一樣的是 彎除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界線去做 但綠光雷射我們是要憑經驗去做的 所以這次綠光雷射比較不一樣的差異 還有一個差異就是 我們彎除挖下果肉去哪裡? 吃掉喔 沒有送化驗 送化驗 但綠光雷射因為它用直接把它蒸發的這個方式 所以它的果肉是消失的 它就比較沒有辦法送化驗 這是它的缺點 再來就要講一下水蒸氣消融樹 所以這間消融樹呢就是我們會 插一根蒸進你的攝護線裡面 插進去之後我用高溫蒸熟它的組織 讓它慢慢的萎縮 這個手術呢非常的快速 唯一的缺點就是你開完之後呢 它需要放置尿管放一陣子 讓你的組織慢慢的剝落 對它就是讓你自然萎縮 我自己都形容這個叫做回春 那還有一種叫做EUROLIFT 是不是先擴開速 擴開 在它正中間 我們會用一個釘子 帶一個線 把它這樣打進去之後往外一拉 把它壓縮的感覺 有點像是我在這個很小的隧道裡面 撐開 把它撐開撐在那裡的時候 這個路就寬敞了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它打了當下就開了 所以就比較沒有說什麼有這種 緩慢回復的問題 那只是缺點是什麼 物理伺服器很大 它弄好幾次 酒前一生要好幾次 這些就是我們現在比較 新型比較安全而且有效的手術方式 那這邊一併介紹給大家知道 講這麼多大家應該不傻傻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幫大家統整 最常見的幾個問題 讓大家一次問個GO 我就想問陳醫師 什麼狀況之下一定需要手術 比較標準的回答就是你尿不出來的時候 血尿很多的時候 或者是你已經塞到 你腎功能都惡化 這你一定要做手術 有些人老人家 糖尿病高血壓 心臟病化一大堆藥 再吃個攝護腺的藥 所以你要吃太多也有可能 會是想要做手術的原因之一 那除了之外 是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要做手術 其實我們都會建議 早期診斷 早期治療 那如果你的症狀輕微 你可以考慮吃藥 或者是用保養型的手術 像是REZIN 跟EURORIT LIFT 這兩個手術都是 比較屬於保養的手術 那可以讓你的尿路 尿得比較順 攝護腺縮小 你的症狀也可以 比較不會那麼早出現 去影響到你的膀胱收縮力 那就想要問一下陳醫師 這四個手術是需要麻醉的嗎 基本上雷射都是一定要麻醉 因為它比較破壞性 所以你不麻醉 應該是動不掉 那如果是另外兩個 REZIN 跟EUROLIFT 在國外是不麻醉的啦 那再來就是 做些手術要不要住院 其實呢 只要是做雷射的手術 我們都會建議觀察一兩天 如果是EUROLIFT 或者是這個REZIN的手術 其實是不需要住院觀察的 講完了這個住院之後 想要問陳醫師說 那這個尿管要放多久 雷射這件事情 它就是非常直接有效 簡單暴力 因為這些人通常都是 一勞有益 滿困擾的 對一勞有益 因為它清光了嘛 所以對他們來講 尿管他們放置的時間是很短的 通常術後隔天 就拔掉了 因為尿很順暢啊 如果是REZIN的話 因為它是打進去 讓它吸收慢慢萎縮 它反而組織會腫脹 所以一開始要裝尿管 那要裝幾天 要根據你的射物線大小來決定 你射物線越大 裝的天數越久 要讓它稍微消腫一下 再拔掉 那Your LIFT 倒是不一定要裝 因為它也是瞬間撐開來的 每個手術有每個尿管 放置的時間不同 那可以跟你的醫生 謹慎討論跟評估 最後一個是最重要的 大家最在意的是什麼 性功能 到底是什麼 對沒錯 性功能 我們先破題一下 那其實這種手術 都不會影響你的性功能 會影響你的性功能是什麼 就是傳統電刀手術 傳統電刀呢 因為會用電 去刮你的射護線 那這樣電流的傳導 其實在我們的論文上面呢 就顯現出 病人比較容易受到 性功能的障礙 這邊講的其實 影響性功能指的是 勃起 就像我們前一集講的 男人中起一生都在射 所以有些人覺得 東西沒有出來 就是性功能障礙 其實不一定 但是的確雷射手術 做完的時候 病人會出現一件事情 就是 逆行性射精 他會射進膀胱裡面 再流出來 這樣子就是性功能障礙 其實不是 你一樣會高潮 你一樣的硬 你一樣會爽 只是沒有東西出來 有些人會覺得 哇我不完美了 我就差那麼一點點 那通常要做 攝附線手術的病人 都有一定的年紀 沒有自然射精 這件事情 大概只是影響受孕而已 所以 比較不影響啊 對身體是沒有任何壞處的 所以不用太擔心 好不好 這就是為什麼 都入成兩級 才太多東西了 資訊量太龐大了 我相信大家已經收穫非常的多啊 攝附線肥大 真的是一件 還蠻困擾的事情啊 早晚都會遇到啦 早晚都會遇到啦 好啦不要難過 好你趕快補 你趕快補 跟大家講吃這個是沒有效的 它是沒有辦法 是怎麼效的啊 它是保養用的 沒有辦法讓它縮小 你遲早還是得躺在上面 腳開開這個 那我幫你開導 因為畢竟年紀比較大吧 是不是 如果你擔心吃藥的問題 那其實你可以選擇 保守性 比較緩和性的治療 譬如說 我們講的 Resume 或是Euralift 這些保養性的手術 可以讓你的攝護腺縮小 那也沒有副作用 就像XX電波一樣 每年來做一下 保持你的皮膚健康 那如果你是症狀比較嚴重 或者你講求你的效率 想要一勞永逸 那我們可以考慮來做一個 攝護腺根除術 不是嗎 攝護腺 根除術是癌症用的 彎除術是把攝護腺肥大的地方清除掉 有症狀的時候 我們趕快來 有症狀的時候趕快吃啊 趕快吃點南瓜子 不是啊 趕快跟醫生諮詢 然後看有什麼方式可以幫助你 那醫生也會就你的狀況去考量 哪一個手術最適合你現在的需求 那講這麼多 希望大家有獲得到更多的知識 那喜歡我們影片 拜託幫我們按讚訂閱支持一下囉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喔我有經驗耶 一開始比較緊吧 那撐開腳下就會 撐開 兩下三下 開了有沒有 一般來講我們可能弄個三四下 一個攝護線不要太難 對對對 攝護線三四下它就會開了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接著 你沒有看過 你不怕 你會不會做 有嘟